今天我正道的题目是 《出神意外的平安》 经文是菲律比书四章 六到四到九节 四章六到九节 是菲律比书当中非常 有名的一段经文 让我们大家一起读一下 你有圣经可以打开圣经 也可以看一下这个前面的屏幕 菲律比书四章六到九节 应当一无挂虑 只要凡事借着祷告 祈求和感谢 将你们所要的告诉神 神所赐出人意外的平安 必在基督耶稣里 保守我们的心怀意念 弟兄们 我还有未尽的话 凡事真实的 可敬的 公义的 清洁的 可爱的 有美名的 若有什么德行 有什么称赞 这些事你们都要思念 你们在我身上所学习的 所领受的 所听见的 所看见的 这些事你们都要去行 赐平安的神 必与你们同在 我们知道 菲律比书是写给菲律比教会的 菲律比的教会是使徒保罗在欧洲大陆所建立的第一所教会 我们读使徒行传 我们知道很熟悉这一段的历史了 就是当时因着马其顿的意象 主耶稣基督带领保罗向往西边去 本来他是要往东边去宣教的 但是他主耶稣基督带领他 因着马其顿意象 带领他去马其顿 当时知道马其顿就是在欧洲大陆这边 在《十读行传》十六章十二到十五节当中这样记载 说使徒保罗他们从那里来到菲律比 就是马其顿这一方的头一个城 第一个城 也是罗马的驻房城 我们在这城里住了几天 当安息日 我们出城门到了河边 知道那里有一个祷告的地方 我们就坐下对那聚会的妇女讲道 有一个卖紫色布匹的女子叫吕丽亚 是维亚维拉城的人 素来敬畏神 他听见了主就开导他的心 叫他留心听保罗所讲的话 他和他的一家既领了喜 这就是菲律比教会的起始 所以保罗写菲律比书的他的核心 那个主要的目的是鼓励当时在菲律比教会的信徒 以及当时其他很多出来教会的信徒 因为我们当时知道这个历史的环境了 因为教会是可以说是baby time 非常的fragile 非常的困难 因为万事开头难 另外我们知道罗马帝国的话 虽然在他繁荣的底下 实际上是有血行暴力和各种各样的罪行 所以教会无论是在内在外 都面临着诸多的挑战 而且史书保罗他自己 我们知道他在写菲律比书的时候 他是在罗马的监狱里面 所以他是被困锁 而且面对的不确定性迫害 甚至是为主殉道的可能 所以他在菲律比书的一章十三节和二十节中 这样提到 说以致我受的捆锁 在御营全军和其余的人中 已经显明是为基督的缘故 只要防释放胆 无论是生是死 总教基督在我身上照常显大 所以史书保罗虽然说 面对的被困锁 被下狱 面对的为主殉道的这样严峻的形式 但是他写出了这一卷 非常美的菲律比书 他讲到了在主里面的喜乐 也讲到了在主里面的平安 他在菲律比书三章十节中 他要这样讲到 说使我认识基督 晓得他复活的大能 并且晓得和他一种受苦 效法他的死 因着主耶稣基督的缘故 使徒保罗能够面对着苦难 甚至为他效法他的死 他在菲律比书这里一段 开始的第六节当中 是这样讲到 应当义无挂虑 只要凡事借着祷告 祈求和感谢 将你们所要的告诉神 挂虑忧虑 这个英文最贴切的这个翻译 就是anxiety 这个是平安 peace 正好是他的反面 这个anxiety in the world 这个忧虑 这世界上的忧虑 简直是太多了 我们远的不看就看今天的美国 今天是这个东边是什么 东边是洪水 是百年南域的洪水 西边是什么 西边是大火 也是百年南域的大火 美国全境还有什么 就是汹汹而来的疫情 本来以为这个疫情已经得到很好的控制 但是谁曾想 当Delta variant来临的时候 医院ICU又开始住满了病人 所以说我们看到我们今天这个时代 我们今天在美国 是一个充满着忧虑 充满着anxiety的社会 到哪里 你无论去跟你的朋友 或者你的同事 或者无论在哪里 这个大家似乎都是 有一层淡淡的anxiety 或者是在这个焦虑当中 或者是在忧虑当中 这个 实际上 我记得我们每一个人的话 对于这种anxiety 都不是很陌生的 在我们回想我们一生当中的话 多多少少 都会有 这种 在焦虑当中 挣扎的这个经历 甚至是 我记得我年轻的时候 中国话有讲叫做 少年不知仇 那个时候觉得是 一般是 你年轻的时候 应该想 年轻的时候应该没有什么 idea 就是说因为 这个都是壮志凌云 我记得那时候 我刚刚进入 北京大学的时候 那个时候是 满怀壮志 觉得好像 一切都很 一切都很好 一切都在 under the control 一切都在 我想象的这个 理想当中 但是不曾想 刚进学校不久 我的父亲就 因病突然去世 那个时候 我感觉就是一个 就像一个 你的靠山 一下子就倒了 你的生命的支柱 就一下子不见了 那时候我陷入了 极大的这种 叫做 anxiety attack 今天就讲这种 就是说一下子被这个焦虑 这个挂虑所完全 把你的心思意念 完全给锁住 所以完全没有办法去 去focus 就没有办法去 做任何的事情 踏踏实实做任何的事情 甚至在上课的时候呢 也在走神 做作业的话呢 也无法安心 我记得第一个学习的话 期末考试之后 那时候呢 那个时候呢 当时的话呢 觉得就说 完全的灰心丧气 我觉得我那个科要挂了 然后呢 考完以后 我记得当时 这都很多年以前了 我不知道今天还有没有了 就是当时因为 这个物理系是在校外 所以它叫那个物理楼 我就在物理楼 旁边的话呢 就是说 外边呢 我记得 我今天还记得 那找一个地方 我一个人在那坐 我突然发现 这个生命 是没有任何的意义 是一个 totally arbitrary 这个 完全没有任何的 这个 你可以 人所能控制 所以很可笑的就是 在几个月前 还愁愁满志 短短的时间 就从那高峰 跌入了地骨 所以从那一刻起 很多很多年 一起 所以我年轻的时候 就已经经历了 这个 anxiety attack 这个 有这样的经历 所以这个世界 每一个人 这个焦虑 挂虑 我们都不是免疫 都多多少少会经历 不管你的境况如何 你的经历如何 但是在这世界上 没有好的办法 我们今天在美国的话呢 对付这个 anxiety 有什么办法呢 Positive thinking 你去找这些心理学家的话呢 就说 他就告诉你 要正面思维 要Positive thinking 要往这个 Thinking Positive 但是这种 说说好听 平安正面的环境 你这些想法 这些Positive thinking 是荡然无存 中国有句古话 就讲过 树于境 而风不止 这种 自欺欺人的方法 是不行的 无论西方哲学 与东方哲学 都有很多的思考 要解决这个 人生焦虑的问题 西方有Stoic 这种苦行僧的 这种想法 东方也有这种 无欲无求 这种内视 你没有追求 就没有焦虑 你没有design 你没有欲望 你就没有焦虑 实际上这种 是一种鸵鸟的政策 把头埋在沙子里 根本解决不了 任何的问题 所以古来人人智者 对这人生焦虑的问题 没有任何的办法 但是我们知道 我们在主耶稣基督里 我们是有平安的 因为 我们有这位主 我们借着他 凡事 祷告祈求和感谢 将我们所要的告诉神 将我们的焦虑 将我们的不安 将我们的一切的需要 都交出在主恩手当中 这里要祷告的时候 要因着感谢而祷告 这里大家细细想一下 你祷告的时候 是求什么而成就 一般来讲 是成就之后才感谢 为什么你在祷告的时候 在祈求的时候 也要感谢呢 是因为对我们主 我们的神有信心 是一个有信心的祷告 有细心的祷告 是大于功效 其结果 神就将那出人意外的平安 赐给我 我前些日子去加州 我帮我的孩子去搬家 当时呢 就是我当时去之前的话 还在想的话 就说搬完家以后呢 去哪里去度假 当时呢 我就跟我太太和孩子商量 就说 他们就给我出主意 就说 加州 北加州那边的话呢 大家知道 有个Lake Tahoe 风景非常优美 然后呢 我就想着去 我就搬完家以后 我赶紧去那儿 忙里偷闲去玩一玩 结果还没 等我去那儿了 就在新闻当中呢 知道呢 就北加州的大火 把这个Lake Tahoe周围的这些 风景区啊 和他度假的这些地方呢 都快围起来了 所以呢 去不了了 但是呢 忙中偷闲的话呢 说正好有时间 有一些这个学生啊 和学生家长 正好在一起呢 聚在一起 可以搞个聚会 所以呢 就我们就选了一个餐馆 然后呢 聚在一起呢 就是 吃喝闲聊吧 大家都是第一次见面 很多的学生家长呢 都是 他们自己也是 从那个Stanford毕业的 可以说在各行各业呢 都是 小有成就了 在美国标准的 都是成功人士 但是即便这些成功人士呢 大家在一起聊的时候 也是满满的有 各种各样的挂虑和焦虑 无论是 聊起这个世界大事 还是身边的琐事 都是麻烦一大堆 各有各的不同 各家有各家 各家有各家的难处 但是神很奇妙 就在我们 就在各家在 这个家长在吐 树苦水的时候呢 我并没有提出什么任何的事情 但是呢 他们家长呢 就说 就一起呢 自己要求 要让我替他们祷告 为他们祝福 为他们 为平安祷告 非常奇妙 因为我跟他们是第一次见面 但是呢 我也抓住了一个机会 也感谢 我们的神 借着祷告 祈求 和感谢 将这一切的挂虑 告诉了神 我记得很清楚 那个时候是 傍晚的时候 或者是晚风袭来 这个 当时我记得天气 跟我们现在一样啊 真是 弯曲的话呢 它确实是得天独厚的 那个非常的凉爽 非常的舒适 晚风当中有花香 而且呢 能够看到夕阳而下 在那一刻的话呢 美景是非常美丽 所以呢 在那一刻 我有一阵的恍惚 就似乎这身边 这一切的焦虑 一切的不安 一下子都消失了 一下子都离我非常的遥远 甚至你不再感觉什么 你所看到了 就是神所创造的一切的美好 就在你的身边 所有的 这个 这出人意外的平安 也临到了所有的人 因为 我们能够 作为神的儿女 能够将我们所需所求的 任何的挂虑 都能够交托在主耶稣的手里 神所赐出人意外的平安 必在基督耶稣里 保守我们的心怀意念 这里我再提一下这个出人意外的平安 什么叫出人意外的平安呢 The peace that transcend understanding 就是 你所不能够理解的 明明没有这平安的条件 明明你周围的环境 有各种各样的焦虑 明明你面对的各种各样生命生活当中的挑战和难处 明明你在struggle的时候 但是你所不理解的平安 所超出你理智 任明白的平安 就临到了 我前两天和我 趴着出去买东西的时候呢 正好 碰到了一个多年未见的朋友 都十来年没见了 就是说我记得我当时 最后一次跟他们在一起聊天的时候 他们的孩子还没上学呢 所以呢就是说 而今天的话呢 孩子已经上大学了 所以呢就是我们现在的 所称为的空潮期了 我们知道我们 在美国 很多人是第一代移民了 这个本来 这个在美国生活 具有各种各样的困难 而作为移民来讲的话呢 有更多的艰难 你来这里就需要升学 然后毕业以后 你需要找工作 找完工作以后呢 有这个家庭要养孩子 这个生养孩子 有很多的艰辛 孩子长大了以后的话 又要升学 你最终呢 好不容易这个孩子上大学了 在空潮的时候 这个时候你觉得 似乎就可以松一口气了 孩子上大学了 我终于可以松一口气了 是不是 很多教会弟兄姊妹的话呢 现在呢也终于幸福地步入了空潮期 我这位这个朋友的话呢 他们也刚刚步入空潮期 我呢还想说 哎呀你们终于 所以说终于熬出来了 说这个现在可以轻松一下 但是我看他们两个那个样子啊 没有任何的平安 那眼睛都是发红的 一副就说这个 非常之劳累过度的样子 我说你们怎么回事啊 就是说一看就是非常焦虑的样子 我就问起来 嗯 他说是这样子 就是说他的父母 两个父母的话 就父亲母亲的话呢 都suffer这个dimension 那dimension就是这种 这个老年这个健忘 就是说 这个很可怕的 就是说你 你严重的时候 连自己的儿女亲人都认不得 而且不但有dimension的话 他父亲呢还 最近还有stroke 就是这个 这个stroke 就是说 心肌梗 就说这个 所以呢 非常困难 所以呢 他们在照顾他们的父母 本来以为是空巢 但是呢 更大的挑战 面对着他们 他们要照顾他们的这个 这个多病的父母 这种 而且他们也要上班呢 就是 所以呢 就是 你们大家仔细想一想 这个景况 就是 已经有多么的困难 可以说日以节夜的 需要照顾 生活完全不能自立 这个 花钱如流水 一切 一切 一生的积蓄 本来以为 有积蓄可以付孩子的学费 但是那个积蓄还没有付学费之前 就已经花到这个父母的这个 这个请人去照顾上面 所以 当时的话呢 就说 我也是 这个 非常的 也不好受啊 当时就是 也是 尽最大努力安慰他们 我想让就是 我想到就是 我岳母那个时候 我太太 当时照顾她 当时也是 因为 疾病的话呢 生活完全没法 没办法自立 那个时候 我也是属于 可以说是内外交困 无论哪方面来看的话呢 都不可能有任何的平安 我太太呢 比我更甚 因为她 要照顾她的母亲 更加的困难 如果说 我当时是负重担的话 我太太那个重担 要double triple 所以 那个时候 是非常的困难 看到 我岳母她老人家 也是 一点点的 就是慢慢的 越来越软弱 越来越脆弱 我记得有一次 我太太完全是 就是 完全break down 就说这个 ansiety break down 完全崩溃了 就是因为 不堪重负 我那个时候 也在崩溃的边缘 我记得那个时候 我那个 我小女儿 还在忙着 申请大学 我根本就管不了她 就是说这个 她那儿去问我 这个问我那的 我说这个 我管不了了 我现在这个 那边都要死要活的 我老大那时候在学校 我记得有 这个 她在崩溃 那天晚上崩溃的时候 那个 但是她 我说 你要不然 她还要去 她母亲那里 去照顾 连夜的照顾 因为 我们所请的 这个 照顾她母亲的话 她晚上 她要 她要轮班 没办法 没有人 有这样的体力 可以24小时监护 但是她确实需要 24小时监护 所以说白天 就有我们请的人 我们花钱雇的人来 照顾 我的岳母 晚上由我太太去 去照顾她的母亲 所以我说 你 你已经不行了 我说 你 你能不能不去 她说 她说不行 那没有人照顾我 她说一定来去 而且我母亲 她已经 医生已经 基本上就说 就是这种 已经是Hospice 这种 Stage了 就是说 当时 可以在 她的福祉里 但是 但她母亲 一定要回到家里面 所以就把她 接回家里 就是实际上 等到最后的时刻了 所以她一定要去 所以我当时 也非常的 非常的担心 但是她就去了 去了 实际上 就是在那天晚上 她的母亲 就离世 回到了天家 但是她后来 给我讲到了 她的经历 非常的奇妙 我在这里 跟大家分享一下 她当时的话 就是 她母亲的话 因为很多的时间 都在 这种 半昏睡 昏迷当中 就那天晚上的话 她精神的 突然很好 就是似乎呢 就是说 病痛呢 削减了很多 那个时候呢 她呢 在问呢 就说 也问了 就说 我们孩子怎么样 就说 后来 我老大 从她的学校呢 打电话 正好过来 来问她的 这个祖母 然后呢 我老大呢 就是当时 就 offer 就说 给她奏一曲 这个 用 我老大是这个 challist 所以说呢 就 给她这个 奏一曲 这个amazing grace 就是从那个 祖母上 这个就是在她 这个 听完这个amazing grace 这个 这个奇遗恩典 之后 就 我太太分享的时候呢 就有极大 这个平安 临到了这个 临到了她和她的 就我岳母 当时呢 好像一切的病痛都消失了 一切的焦虑 也不在了 那个 就在这之后呢 不久的话呢 就是 非常平静的 她的妈妈呢 就回了 回访了天家 我太太跟我说的话呢 她走出来 就那天晚上 这个后事办完以后 她走出来 那天晚上 她去的时候 在路上还是 这个 这个 电闪雷鸣的 这个黑云压顶 大家出来的时候呢 一看到天空的话呢 已经是非常晴朗 满天的繁星 那个时候的话呢 她就说 真有极大的平安 所以说我听完以后呢 也非常的感动 今天也分享给大家 就是在 神是这样有恩典 在你面对着 你的生命 最困难的时候 认为是你的这个 有这个坎 你过不去的时候 就是在 你面临着各种各样的挑战 完全被压垮 在你被 完全被claps的时候 你完全崩溃的时候 因为我有我们的主 我们的主是 赐平安的主 必在主耶稣基督里 赐着出人意外 平安 保守我们的心怀意念 我们看到我们的世界 我们为什么 有不平安呢 因为世界上的 任何的事情 我们都没有control 世界风云变化 我们的能力 是这样的软弱 没有任何的 没有任何的办法 能够改变 你不知道明天怎么样 你甚至早上 睁眼 吃完觉睁眼以后 你也不知道 今天会发生怎么样 因为这一切的不确定性 所以人有焦虑 有挂虑 能得平安的 唯一的办法 就是仰望我们这 爱我们的主 这不变的 爱我们的主 因着不变的 爱我们的主 使得我们能够面对 这多变的世界 英国著名基督学者 C.S. Lewis 他曾经这样讲过 If one looks only at the action The burden is placed on the person's ability to carry out the action The believers should look to the God of peace not the need for peace 他讲什么意思呢 说如果有人想做什么事情的话呢 这个的 想做一件事情的话呢 他的前提条件是 你应该能够承担 做这件事情 所相对应的 这个 这个代价 这个burden 所以说你 无论做什么事情 你肯定是焦虑不安 因为你觉得你没有这个能力 但是作为 我们基督徒来讲的话呢 我们所看的 不是我们眼前的困难 这个事情 而是要仰望 我们赐平安的主 我们所看到的 不是我们 需要 各样的需要 而是要看 为我们创始成终的 主耶稣基督 使徒保罗在这里讲的 非常奇妙的真理 但是在具体的应用当中 我们应该怎么样做呢 我们有怎样 得平安的秘诀呢 他就是在后边 八到九节中继续讲到 弟兄们 我还有未尽的话 凡是真实的 可敬的 公义的 清洁的 可爱的 有美名的 若有什么德行 有什么称赞 这些事你们都要思念 你们在我身上所学习的 所领受的 所听见的 所看见的 这些事你们都要去行 赐平安的神 就必与你们同在 所以我们知道 在这里讲得很清楚 我们得平安的秘诀 不是在那里 苦思冥想 怎么样得平安 不但要向神祷告 而且这里呢 他讲到 凡是真实的 可敬的 公义的 清洁的 可爱的 有美名的 若有什么德行的 有什么称赞的 这些事 我们都要思念 不但要思念 还要呢 这些事呢 都要去行 所以呢 这样的结果 是什么的结果呢 是一个奇妙的结果 奇妙的结果呢 是赐平安的神 就必与我们同在 这里的话呢 我们大家要仔细的读一下 这里很有意思 这里有一个 很好的一个 奇妙的一个转变 原来是我们 求 告 赐平安的 神 但是因着 这些 神所 所托付我们 这些思念 神的事情 也去做 去行 神的事情 而这次 我们本来是 求平安 而这次 平安的神 就比我们 从在 所以说 这里是 我们是看到 是 体会是 神的平安 与赐平安的神 所以这奇妙的地方 是在于 我们开始 是追求神 所赐的平安 但是 因着我们的思念 和我们的行 在神 主里面的 去行 赐平安的 主 祂就与我们 同在 使徒保罗 以自己的生命 也揭示了 属灵的奥秘 他在 哥林多后书 十一章 二十三到 二十九节中 也讲述了 他所面对的 一切的挑战 我比他们 多受 劳苦 拨下监牢 受鞭打是过重的 貌似是屡次的 被犹太人 鞭打五次 每次四十 减去一下 被棍打了三次 被石头打了一次 遇到传坏三次 一昼一夜 在深夜里 又屡次行远路 遭江河的危险 盗贼的危险 同住的危险 外邦人的危险 城里的危险 旷野的危险 海中的危险 假弟兄的危险 受劳苦 受困苦 多次不得睡 又饥又渴 多次不得食 受寒冷 赤身入体 除了这外面的事 还要为众教会 划心的事 天天压在我身上 有谁软弱 我不软弱呢 有谁跌倒 我不焦急 我想任何一个人 如果经历 哪怕经历一部分 一点点 很小一部分 是如保罗所经历的 就已经崩溃了 就有没有丫头 但是使徒保罗 他明白神的心意 明白着得平安的奥秘 他在他生命当中 行了出来 所以 这次平安的主 就在他一步一行的 传教的过程当中 与他同在 所以说他在 这个 这个 后言四章 十一到十三节当中 他就做了这样的总结 说我并不是因缺乏说这话 我无论在 什么景况 都可以知足 这是我已经学会了 我知道怎样处 悲贱 也知道怎样处丰富 或饱足 或饥饿 或有余 或缺乏 随事随在 我都得了秘诀 我靠着那 加给我力量了 凡事都能做 我靠着那 加给我力量 凡事都能做 这就是 史卢保罗 他对这个 得了平安的秘诀 神的平安的秘诀 我得了秘诀 靠着那 加给我力量了 凡事都能做 所以说 我们今天 基督祖妹再一次 学习这一段经文 让我们都能够得到这个秘诀 都能够思念 也能够行出来 让赐平安的神 就与我们同在 实际上 不但是属保罗了 历史历代的圣徒 都是如此 前些日子的话 有机会呢 重读 常爱卿老姊妹的 这个 他的生命的见证 他所写的这个自传 这个 姚将手中的泥 我这很多年前都读过了 这个 但是很多都忘记了 后来那有机会呢 再重渡了一遍 非常深受感动 他因着 他父亲是 当时家庭教会的领袖 他也因着父亲的缘故 受冤入狱 长达二十年之久 历经了各样的艰苦 我记得呢 就是说 他在里头讲了一段 非常奇妙的经历 他呢 因为在农场里 受劳改受苦 身体搞坏了 所以他就不断地咳嗽 很厉害 然后那个 后来呢 去医院检查 他呢 就照了这个S光片 照完S光片以后 他就 那个 那个当时呢 很奇妙的 医生就把那个 S光片呢 忘记了 放在那个机上 结果后边呢 有一位 当时的医院里的 一个传媒的教授 和一大群 这个实系的医生进来 因为他在教导 那些实系的医生 照看到了 他那张S光片的话 他就说 这个是谁的S光片 这个病人在哪里 他说呢 这是一个典型的 这个肺癌的 这个S光片 你们看 这么大的一个圆形的 这个阴影 所以的话呢 本来按照他的这个 他的这个景况的话 在劳改的话呢 根本不会 在医院里有任何的 很好的医治和待遇 结果呢 就因为这个 被这个当时的 这个权威教授 看到了 以他这个作为这个试点 要叫作为这个 case study 就是要作为讲课 所以呢 他就得到了 最好的照顾 和最好的这个医治 当时最好的 这个学术权威 来给他做医治 他就说 仿佛进入了皇宫 从原来的劳改农场 就一下进入了皇宫 就是神这样的奇妙 他呢就是分享的时候呢 在他做手术前呢 他呢就祷告 他就是把他的这个 他说神啊 就说主啊 我把我的身体和灵魂 都交出在你的手中 他祷告以后的话呢 他就在 他的这个资传中分享的 就是神这个 这个出人意外的平安 就临到了他 就是平安 所以我后来呢 就看他就知道了 他也得到了医治 这个呢 就是说神呢 就是使他呢 就是说度过了这个 这个艰难 我们读这个 各种的传记啊 听很多圣徒的分享 我们知道这个 赐平安的神 神所赐的 出人意料的平安 不是单单 十五保罗了 或者是当时 这些教会先贤的 也同样 这应许 也同样在我们 每一位弟兄姊妹 身上 让我们今天呢 再一次的领会 得平安的秘诀 让我们低头做个祷告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